其实不是只有南传的是观世念处 所有的禅法都是观世念处 只是它的重心放在 深受心法的哪一个而已 大乘的话 它比较集中在心或者是法 而跳过了这个深受的这个过程 我分成四点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就是做极尽的功夫 就是修止的话 永迦禅是看佛的自行 这个没有错 可是我们教永迦禅 不会教人家去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熟悉 看自行跟念佛是不同的 这个功夫的技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即使是在看佛的时候 那你说我不是念佛 你也是念佛吗 重点你在念 而永迦禅重点在看这个自行 所以他的用心放在哪里方法不一样呢 你说念跟看不都一样吗 在哪里不一样 我告诉各位 永迦禅在看这个佛的这个自行的时候呢 他有解极这个自行的沉浸不实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以达到极尽 永迦禅看心呢 他虽然是看佛号自行 佛的这个自行可视 这只是一个方便 那是对初心的人告诉的 其实他真正的是看什么呢 看当我们把这个沉浸以后 这个自行就是我们的沉浸以后 妄想分别止息以后 再深入内心的 获叶的无名形象为体的东西 那个黑漫漫的索缘禅 可是永迦禅呢 他是破成念的真实性呢 而观至心清静 真心真如 那么禅宗 仓话头永迦禅 所修的是大圣无相 而且是禅宗下面的大圣无相 而不是经典下面的大圣无相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永迦禅 或者是仓话头 禅宗门下这个大圣无相禅 和现在流行的 生文的禅法 哪里不一样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地方